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芒果台推出的大人气竞演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三在开播后 反响相当热烈,而这档节目向来都是采用先落后播的方式 虽然是目前才刚播出一公舞台 但实际上哥哥们已经完成最新三公舞台 而有关P哥三三公的结果,以及淘汰名单也陆续被曝光 这次大马代表的他竟然被队 据悉,28位哥哥被分成六组,一共有两轮竞技 分别是上半场的队长秀,下半场的追击战 而在个人喜爱度排在最后两位的哥哥将淘汰 要知道在前两攻时,就已有四位哥哥被淘汰 分别是郑家颖,许少阳,许梁和蓝正龙 上半场的对决中,陈楚生,董宝石和马伯谦合作的卡拉永远OK赢了伯 愿罗杰夫和王耀庆合作的孟爱 下半场六轮追击战,总体来说在关键的下半场中 吴彦斌组像我这样的人和王耀庆组周克尔都是两连胜 全员竞技四攻梅英文,陈楚生组爱人错过和董宝石组黑色柳丁都是两连败 林志盈组练取1990和寿字组吸引定律都是胜负各一轮 结合上下半场的成绩,最后由王耀庆组胜出 获得三公舞台第一名,组内的哥哥张远,马小龙,张栋梁,何展成也自然能够顺利晋级 不少现场观众也大赞这一组表现最佳 唱跳舞台简直乍翻全场 综合上下半场的比分 举悉淘汰人选会从两个双输的部落中产生 最后陈楚生组的品贯和董宝石组的苏小丁被淘汰 消息被曝光后,尽管不少网友都难以置信 不明白为什么这集皮哥三淘汰的都是老牌艺人 而且品贯知名度不低,加上还拥有多首代表作 音乐实力毋庸置疑被淘汰实在让人无语 同样的还有早前凭借电视剧《狂飙》中高企胜一角爆火的苏小丁 在前两宫的表现也不差 但最后依然躲不过被淘汰的命运 有观众就质疑,明明他们两人在出舞台个人喜爱度排名中 人气都不低,但仅仅过了三次公演 他们俩人的排名就从中尾区猛跌到了倒数前二 因此这次的淘汰结果也引发了争议 那么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